这是罗马曲面 它可以平滑地转变成Boy曲面 Boy曲面不是男孩曲面 德国有一位叫Boy的数学家 他的导师希尔伯特让他证明 十摄影平面不能进入到三维空间中 然后他就发现了这个Boy曲面 遗憾的是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士兵死去 Boy曲面是一种不可定向 没有起点的曲面 可以由莫比乌斯带缝合到一个圆盘的边缘上得到 在把一个球的里面往外翻的过程中 Boy曲面被用来作为关键性的一步